用人的這個原則就是操守很重要 但是我們剛剛知道林活權這個我們的主委 他之前好像有涉及一些吸金或者是騙問的官司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還會要用他呢 因為這一段時間我們配合幫助原住民的照顧 至於他個人的資料我不太清楚 如果他曾經任何人受過法律的制裁 那也都接受過以後 因為重新出發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包括我本人都已經犯過車禍的事情 也接受過法律的制裁 我想這樣看是比較準的 至於林國全主任委員 在這一段時間對原住民的服務付出 我的感覺他是非常熱情的 所以我是從這個點來看 我不再找的是私人的歌員 我再重申一遍 我們很難充裕 這個雲雲眾生茫茫人海 找到百分百的聖人 我希望各位能夠看我們的內閣 是充滿了熱情理想 還有操守 我是以這個專業為基準 只要這些歌員有這個熱情 操守又好 我們願意給他機會 某些歌員 萬一我會來找 曾經過去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希望過去就結束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健康的人生觀 好吧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